你能不能别把她进回家来住啊 我跟你说话呢 张子晨 不是 她是我亲妹妹 一个妈生的 她就在这念大学住咱们家两天怎么了 爱着你什么事了呀 你天天花钱填补你妹妹 她凭什么来这蹭吃蹭喝啊 你带她买电脑 衣服 手机 你给我花一分钱了吗 不是 我没给你花钱吗 国家两个信用卡不都让你刷爆的吗 你不是跟你闺蜜去碰你喝酒 就是去做美容 我花你点钱怎么了呀 你给她买那么多东西你怎么不提啊 再说她刚上大学 用得着花那么多钱吗 不是 我花你一分钱了吗 我花我自己的钱 给我妹妹置办点开心用的东西 你在这儿知道花点什么呀 现在啥意思 以后咱俩才是一家人 可是我嫁给你又不是她 现在因为她跟我发脾气是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让我妹妹帮你洗衣服收拾屋的 不是 我是给你钱少了 还是怎么着 你让你这么对待她呀 她都成年了做点家务怎么呢 你要不然就让她赶紧去吸收报道 要不然就让她哪来回哪去 再给我说一遍 你想干嘛 你要打我呀啊 你打我多事事啊 你妹妹来咱家那鞋上踩的 全是你家农村地理的泥 接着就给我新鞋来了一脚 她咋不得看着点啊 鞋埋在了就洗了 我家虽然是农村出身 但不代表就比别人低一档 你不是嫌埋在吗 那你走啊 你 当初你就为了让我给你买辆车 你带着你妈妈跟弟弟 一块去我公司门口吗 你怎么想的呢 还有 我出差给你拿五千块钱 让你去看看我妈 结果你就买了一兜的破水葛 和香破牛奶 不是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我不说是想给你脸你知道吗 但你是真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家人就是我的主线 你碰个鼻笑碰个鼻笑 哎 张子晨 滚了 没有人白天笑脸 依然敷衍去世 只为半夜之后喝泪说的 手心装置